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气球不是打飞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课题在前几天2月3号 美国时间2月3号的时候 美国派了F-22战斗机 你要知道F-22战斗机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是现在你去Google一下 单纯的战斗机 就是空对空的战斗机 不是那些多功能的战机 也不是那些运输机 最强大的其实是F-22 有些人以为是F-35 最新的F-22 第五代的F-22 有些人认为是F-35 但是你去Google一下 其实单论战斗而言 F-22是比F-35 就是美国最新的战机还要强大的 F-22是美国空军的王牌 而且你要知道F-22在美国是唯一机型是不可以对外出售的 就连F-35 这个最新一代的战斗机都有出售给其他国家 有出售给欧洲的盟友 但是这个F-22是一架都没有卖出去美国的 因为它是美国的王牌 在2月3号的时候 美国就出动了这个王牌 然后去打气球 发射了一粒飞弹 那粒飞弹就35万美元 算一下差不多是140万马币 用一粒飞弹打了一颗气球 那是一颗非常大的气球 按照美国的说法 那个是Spy Balloon 就是争叠气球 按照中国的说法 这个气球只是普通的民用 就是不是军用的 是民用的气象气球 来探测气象的 在中国放了 本来是探测气象 可是它飘了上万公里飘到美国去 这个是没有人为操控的 在美国的说法 这是一个Spy Balloon 就是间谍气球来收集美国的情报的 所以美国要把它打下来 然后也不会把这个气球移交回给中国 因为如果这个是民用的气球 民事的气球 你把它打下来了 或者是你把它掳获了 它还是中国的资产 所以你必须还给它 所以很多人就针对这个事情问我 针对这个事情问我 洪律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大动作 去打这个气球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事情发生 确实是 这个事情没有大家所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从发现这个气球 到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派出F-22战机 有读有说F-22要退役还远 现在要退役的是F-15跟之前的 F-22第五代的F-22要退役还有很远 它是美国现在的黄牌战机 也是美国最大的偏执 有好几百架 从美国发现这个气球 到这个气球被打下来 其实中间相隔了八天 相隔了八天 它第一次被发现是1月28号 在阿拉斯加所发现 美国当时就已经追踪它了 但是他们当时的判断 它是一枚轻型的探测器 就是很普通的探测器 是不会对我们军事的敏感资讯 造成任何外流的 而且它所能侦测到的资料 是不会比任何军用卫星 中国有五百颗卫星 但美国有两千多颗 中国有五百颗卫星 它说能掳获的资料 其实是比这个气球还大的 所以美国是一开始 就把它定义为是探测气球 而且这个气球 不是像后来中国方面所声称的 是跟着气流流动 它是自主流动的 它没有自己的导航 没有自己的助力推进器 因为如果它有推进器 它有导航 就表示有人在操控它 它要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中国不是这样讲 但是美国一开始就classify 它是一个侦察气球 当时还没有用到spy 间谍这样子的字眼 spy就是间谍 就是很高级别了 就是专门为了窃取资料 所以它只是一个侦测气球 是有侦测功能的气球 后来美国没有采取行动 因为在第二天 这个气球就飞出去了 在1月30号的时候 它就飞到加拿大 所以美国没有理它 虽然已经认为它有侦测 然后有推进的能力 然后1月31号的时候 这个气球又回到了美国领空 又回到了美国领空 这个就让人有一点怀疑了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 加拿大是很大的一个国家 你跟着气流飘到美国 是不会飘到美国 然后又飘去加拿大 那你应该跟着气流往加拿大去 应该一直待在加拿大的境内 至少要几个礼拜吧 如果你这样子飘流 而不是隔天 你又回到了美国领空 所以这次就让美国有警戒 但是拜登 他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 即便空军已经给他知道了 他并没有采取行动 按照现在拜登是 面对很大的压力 因为卢比奥就是他的政敌 共和党的领袖是抨击拜登的 为什么中国的这种侦测气球 进入我们国家八天了 你才采取行动 你是不是有什么隐瞒 是不是你in action 你没有拿出正确的行动 没有拿出正确的决断力 让我们人民蒙在鼓里 然后遭受潜在的风险 按照拜登的说法是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计划 要把他打下来 可是因为他在我们的陆地上 你打他的话 他在1万多公尺的高空 大家要知道 他在1万多公尺的高空 就是我们普通飞机 飞到最高的地方了 已经飞到最高的地方 1万多尺的高空 如果你打下来 他的碎片 包括导弹的碎片 包括他气球下面的 起落架的碎片 还有他侦察部件的碎片 据说有好几辆巴士这么大 他的气球是60尺 60尺差不多就是10多层楼高 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气球有多么大 所以如果在陆地上 他的碎片 他的扩散范围会达到好几公里 方圆好几公里 所以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他们建议是 等他飘到海上了 才采取行动 然后大家可以看那个影片 他飘到海上了之后 确保已经是安全了 出动三架飞机 一架F-12 然后两架普驻机跟侦察机 因为他们要准确的计算出 侦测出这个气球碎片的降落点 他们要大捞 然后把碎片全部收回来 然后研究要拿证据 所以总共出动了三架飞机 然后设了一枚空对空导弹 去打这个气球 所以很多人 这枚导弹35万美元 100多万马币 所以很多人就讲 美国在小题大做 故意把事情闹大 包括中国官方也是讲 这只是一个民用的气球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把小事划大 然后还特地出动飞弹 你根本就是故意找查的 那照美国的说法是什么 美国的说法是 我们一直都要把它打下来 因为你中国并没有 你虽然说它是气象 侦测气象的气球 可是你从头到尾 我们要求你给我们它的资料 给我它公司 然后它几时放的是 由什么公司来放 你说是民事嘛 就不是军方 一定有一个私人 私人要采集空气 一定是一个大公司 所以一定有名字的 这些资料你给我们 中国都不给 甚至已经有召开会议了 要联系中国相关的部门 中国也不接电话 所以他们最后才做出这个想法 去做出这个动作 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广东话有一句话叫 用大炮打蚊子 用大炮来打苍蝇打蚊子 现在我们看到是用 飞弹打气球 其实很多人心里会想 这个气球为什么要用飞弹来打 普通这个飞弹这么贵 为什么不要用其他方式拿下来 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情况 第一 它在一万多尺的高空 你要怎样去捕获这个气球 你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打下来 那你把它打下来 你不用空对空导弹打 你要用什么打 你用地对空导弹 那你就要从陆地发射 而且你的瞄准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气球 它并没有发热 它不是引擎 不是战斗机 也没有人在里面 所以你不能用热锁定 大多数导弹都有热锁定 可以锁定 然后追踪那个物体 把它炸碎 你不能 然后你地对空 你要一万多尺的高空来打它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用 这个空对空导弹 那美国其实用空对空导弹 然后出动F-22猛禽 其实很明显 美国是在秀肌肉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 或者是对马来西亚 这种中等程度的国家而言 一枚空对空导弹30多万美金 然后你要出动三架战斗机 这个肯定是耗费上百万 换马币是耗费好几百万的事情 但是对美国而言 这是小钱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几十个马来西亚都输它的经济总量 这对它是小钱 更重要的是 美国是通过这一次的军事打击 因为美国很久没有有办法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敢跟美国打空战 所以美国的飞机军队 已经很少没有遇到敌人了 美国每次都是派出战斗机 这之前我们讲过嘛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 有能力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投放战斗机的国家 中国很强 俄罗斯很强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随便投放战斗机 去轰炸人 或者去夺得自攻权 不让你的飞机起飞 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航空母舰的国家 也是拥有最多战斗机的国家 所以你看他去打阿富汗 他去打中东战争也好 他都是先来一次地毯式的空袭 因为自攻权永远都是握在美国的手上 没有国家可以跟美国 fight 然后轰炸了一遍之后才派地面部队进去 那地面部队进去就比较危险 因为危险处处 不像空军他们占有绝对的优势 你在陆地上 即便你是装备远远精良于你的敌人 精良于你的对手 但是还会有很多各样的情况 因为你不熟悉地形 尤其打巷战的时候 所以美国死人 他们的军队死亡 大多数都是在地面上执行任务的时候 所以美国很明显 第一他要用这次来面兵 像我刚才所说 你要知道F22战斗机 它在空中的速度 不要说它滑翔的速度 它在推进的速度 是上千公里per hour的 最高可以到2400公里 两倍多的音速 他这去射这个气球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非常有震慑 他们锁定然后飞机飞 它是以非常高的速度来射 然后像我刚才所说它是不能锁定的 所以旁边有两架飞机在帮它 是因为他们有plan B 如果我第一弹没有射中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但是很显然它成功了 所以它没有热锁定 它要用机师自己的判断 机师自己的能力 而且是在超高速飞行 1000多到2000多公里 每小时 每小时1000到2公里 超音速飞行之下 发射飞弹 然后命中一个这样子气球的目标 在天空中漂浮悬浮的目标 大家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我相信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都玩过一个游戏 你在跑的时候去射东西 或者是去丢东西 你是非常难瞄准的 就像你打篮球 你定点投篮 跟你运球跑跑跑跑投篮 准绳是差很远的 你这样跑这么慢 准绳都可以差这么远 你想一下 它以几千公里的时速 来这样子飞行 然后射出飞弹 要命中目标 它的技术有多高 有多困难 所以第二点绝对是美国 要向外宣示它的武力 我没有表演一下 你们好像忘记我 美国是军事大国 我的空战能力 我的空军有多强 你们不知道 它是趁着这个机会来 然后第三点 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美国国内鹰派已经上扬了 像我刚才所说 你可以发现 这个事情到气球被打下来 总共有八天的时间 其实前面美国是很多机会 可以让这个气球打下来 但是他们初步评估 他拿不到太多资料 这个即便有侦测 也是很轻便的侦测仪器 他所侦测到的资料 不会比卫星多 所以给他拿 不用紧 不重要 然后第二 因为他拿不到重要的资讯 所以我们不要冒风险去打他 我们打他下来的风险 是比他能截取资讯的风险还要大的 所以就给他漂流 然后直到他漂流过一个导弹基地 美国的导弹基地 我忘记那导弹基地叫什么名了 国内的压力才越来越大 所以拜登才最终下令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当然他讲他是一开始 现在他要补卧 他说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决定 但是为了美国国民的人身安全 我们要等他漂流到海上 我们才来打 所以如果这个真的是这么精密的侦测仪器 真的是这么精彩的 你是不可能在美国的空中漂流八天的 如果这个是会放导弹的呢 会放导弹的呢 刚才有独有发给我 看到萧若远好像是 他有评论说 现在美国那边发出的资讯 是上面有自爆系统 有爆炸有炸弹系统 但是我找遍了英文 我没有发现相关的报导 找到的报导是 美国还没有发出任何报告 他们捞起来之后还在研究 还在研究 所以还没有相关的报导 这个应该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报导出来 真的是有这个爆炸系统 那肯定是美国哗然的 如果他跌下来 砸到人口密集的地方 然后爆炸 你想一下对美国本土 美国本土从来没有遭受过战争 外敌的攻击 从来没有 跟日本是一样的 但是日本有给人砰过 美国是砰都没有砰过的 他们自己打内战罢了 日本没有给人派陆军进去过 但美国是完全什么都没有 自独立以来 你不要跟我讲独立之前 法国英国的那个时候 自独立以来 所以美国大陆 如果发生这种袭击 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现在在等着这个报告了 那当然现在存在一个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情况 根据我所找到的资料 其实这种气球侦查 非常普遍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气球真的就是气象气球 然后这么刚好就飞到美国 然后这么刚好飞去加拿大了 又会转回来 然后又这么刚好飞越了美国导弹部署基地 而且是核导弹的部署基地 我告诉你这种几率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是0.0000的几率才会有可能 其实日本 韩国 美国 欧洲 他们都一直有发现这种侦测气球 但是这种侦测气球 通常都不会太过精密 都不会太过精密 只是试试运气 然后它里面不会装太多的 这个仪器 不能够太过精密 因为太过精密的话 你就相当于派一个无人机出去 你派无人机出去 这个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很容易被发现 我刚才漏讲了一点 这个气球很难被瞄准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气球 雷达不能锁定它 大家知道雷达是怎样锁定空中的飞行器吗 怎样锁定导弹吗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隐形战机 我以前我爸爸跟我讲 隐形战机几厉害几厉害 雷达是扫描不到的 我就讲隐形战机是怎样可以隐形的 然后我爸爸给我看 明明没有隐形啊 这样为什么它叫隐形战机 其实隐形战机是它的外层 有一个会吸收雷达的图层 这一个图层是雷达的电波 射向它们的时候 它不会反射雷达电波 所以对于雷达而言 它接收不到反弹回来的电波 所以它不知道前面有物体在飞过 所以对于雷达而言是隐形的 并不是对我们人而言 所以你用眼球观测 你用望眼镜来观测 是看得到它的 大家要明白 那气球它不是金属 所以它没有这种反射的功能 所以雷达侦测不到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这么大动作去执行的原因 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 最后一定是像我刚才所说 公说公有力 婆说婆有力 就算美国在这个气球之上的残骸 找到了真的是一个spy balloon 然后里面有爆炸装置 中国也是不认的 你们在watt我 一定是这样子 当然所以我说 公说公有力 婆说婆有力 不管实质证据多少 因为现在气球在你手上啊 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装下去也可以嘛 而且中美现在是处于高度互不信任的情况 高度互不信任的情况 所以这种事情是绝对会发生的 到时就看大家要信中国还是信美国啦 信中国还是信美国 但是最具体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在大选前 我们美国的大选之前 拜登做总统之前 我就跟大家讲了 美国是对中国是必定鹰派的 不管拜登上来 他是多么鸽派的人 他都一样要走鹰派的路线 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已经是不可逆转 不可调和的情况了 不可逆转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强大 第一中国是共产国家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共产国家是有扩张性的 所以中国一直用一带一路来推广共产思想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独裁国家 对民主国家是有天然优势的 虽然对我们人民而言 民主国家是更好 但是当你要侵略其他国家 要吞并其他国家 共产国家 独裁国家 是有天然优势的 你看北韩打南韩 北越打南越 如果不是有美国介入 有外力插手 马上就给他统一了 都是因为有外力的插手 才圆缓了他的统一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共产 他只有一种意见 所以他会比较有效率 他可以比较集中资源 跟民主 这跟民主是完全不一样 你要起一个高楼 你要还评 你要看居民有没有反对 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你这个土地你要发展 你要有隔壁的签名 隔壁土地 跟你是连接的土地的签名 你才可以获得通过 所以你要做任何发展 是非常困难的 在中国 共产党一声令下 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他是有天然优势 然后他又有这种 向外扩张的倾向 因为不能只有我们独裁 我们希望大家都跟我们 一样独裁 世界大同 在中国一直会讲 所以美国 肯定要抑制这种情况 就像当年跟苏联是一样 所以单单就这一点 也是不可调和了 然后中国因为他有人口红利 然后他又是用共产主义资源高度 集中在执政者的手上 所以中国政府是非常有钱的 相反的 人民其实他人均的穷困水平 是比马来西亚还惨的 大家要知道 之前李克强 中国的总理自己都说 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 6亿的人口 是每个月只有一千块的收入 一千还是两千块 好像是一千块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所以他的贫富悬殊非常的重 但是他的国家是非常有钱的 因为资源全部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 由国家来分配资源 国家能不有钱吗 没有这么大的人口红利 所以中国他用这个人口能力 有巨大的财力之下 对美国就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从2022年年尾到现在2023年才两个月的时间 才过了一个月半 现在才2月9号 中国已经减持美国的国灶 20%了 两成 现在只持8000多亿美国的国债 以前是破灶的 破灶美元的美国国灶 从来都很少 自从破灶了之后一直都维持过灶的 然后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减持了20% 原因是什么 对美国的依赖 他们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美国钞票的发行是用国债来支撑的 因为国债 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保值的资产 最不会贬值的资产 然后是最稳定的资产 因为他背后是强大的美国政府 所以中国要扭转这个局势 然后也要破除你的美元霸权 中国一直都在努力 不能什么都用美元来交易 如果这样子 我们是等于在帮你赚钱 因为你可以任意的量化宽松 就是增印美钞 所以货币战争 有一本书宋宏斌写的 叫货币战争 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本书 所以货币战争一直都在打 这些都是导致他们不可调和的情况 所以美国必然对中国是鹰派 只是有共和党人执政会更加鹰 在拜登 拜登本身很软弱 因为他老了 老的进取薪都会比较低 这个是人必然会经历的情况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了 少不读随乎 老不读三国 因为你老了 你去读三国 你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去打拼了 去斗争了 你读了只是满腔热血 无处可宣泄 同样的道理 这就是我们一直讲 人会变的原因 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 你的冲进不一样了 你的想法自然就会改变了 包括民主党也是比共和党还要温和一点的 但是在对中国这个课题之上 大选之前 一年多两年前 我就已经分享给大家 拜登上台 不要认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就会调和 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课题 其实就是这一种情况 它标志着是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 是调生的一个情况 不要以为什么贸易战已经过去了 其实并没有 所以这个是这个打飞机的情况 大家不要以为 美国花这么多钱打飞机丢脸的是美国 其实一点也不丢脸 美国是在让大家看 我们的军事实力到怎样 我们的技战数有多高 然后大家讲 哎呦 35万去打一个气球不是很浪费 告诉你这35万对美国是小钱中的小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过 我跟我老婆以前也是有这样 我们在路上开车 看到一辆跑车 Lamborghini Lamborghini要几百万 一辆Lamborghini要几百万 很多人都会讲 尤其是老一辈的经常 哎呦花几百万买一辆车 我不会买一间大物质更好 对不对 这个是对的 车是贬值的产品 你买车一注册牌 一落地 它就贬值了 然后贬值的速度非常快 10年之后这辆车就没有价值了 通常银行只给贷款9年 因为第10年 它就等于没有价值了 每年以10%来贬值 对不对 但是房屋不一样 房屋你可以住 而且它会升值 所以很多人的想法是 哎呀我花这么多钱 买这辆车干嘛 这个人这样笨 我倒不如去买房子 可是这个是你犯下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会花几百万买跑车 我告诉你 他已经花几千万买屋子了 然后你再跟他说 为什么你拿几百万来买跑车 不要去买屋子 我都住几千万的房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贫富让我们的眼界变低 这个我之前讲过 马赛萨迪的案子 是一模一样的 你觉得美国在浪费钱 美国觉得花得很值得 他表演给全世界看 我们的空军实力有多强 然后表演给中国看 你再来我们再打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小事 对你来讲是小事 你用气球就是要大而化小 对你来讲是小事 但对我们是大事 我把这个态度摆清楚 而且我们会号召我们的盟友 开联席会议来围剿你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现在肯定有人问我 洪律师你到底认为是怎么样的情况 根据我的分析 第一这个肯定是监测气球 如果他自己漂流 像我刚才说几率很低 但是第二你说这个监测气球 有到达间谍的程度 可以获取美国高度机密的资讯 我觉得这是言过其实 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 美国空军在第一天 就会把他打下来了 不会给他贸贸然这样子 穿过美国高度机密的导弹发射基地 所以这边肯定是美国有夸大其词 然后第三 到底他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子 当然就要等他的报告 到时我们再来分析 所以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分享一下国际的时事 很多读友问我这个课题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 要这么丢脸去打一个气球 我看到很多人拿淘宝 一个气象气球 才几百块人民币 然后很多人 尤其是比较亲中国的 他们会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买这个几百个气球 全部放去美国 然后靠近他的飞弹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买的那普通的气球 跟这个60尺的气球 是完全不一样的 20层楼的气球 可以飞到18000时的高空 所以大家也要多去了解一点这种情况 所以美国打下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操作 美国有花大其词的成分 但是中国肯定也有不尽完整 他说的话是不尽完整的 不可能真的这么巧合还会折返 还会巧合的飞过这个导弹基地 没有这么巧的事情 而且根据美国放出来的资料 他不是跟着风向在飞 所以肯定是有推进气的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在捏造 但是我不认为会有这样子巧合的事情存在 所以这是我的分析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对于美国是很值得的 大家不要用我们马来西亚 或者是用一个穷人的角度 全世界任何国家跟美国比都是穷人 都是穷人 就算中国 中国的经济总量才美国的 好像五六十八仙罢了 要追上美国还有蛮远的距离 至少还要十年 十年以上 马来西亚就更不用说了 几十个马来西亚都没有 没有美国厉害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有读有说短期内 美国不会跟中国开战 那是肯定的 没有人想打仗 这个世代没有人想打仗 而且美国的人命是很贵的 但是看会不会擦枪走火 就像普丁 我之前讲过现代战争要打起来 他有一个关键是狂人 不计一切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管是任何目的 为了面子目的也好 其他目的也好 不计一切代价 只有这种狂人 像以前的希特勒 像以前的史达林 战争才打得起来 像以前的毛泽东 但现在你在民主社会要出现一个狂人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有很多撤走 有民意的撤走 有敌对在野党的撤走 有党内的撤走 没有这么容易 只有在独裁国家才会出现这种狂人的情况 像金正仁就是一个典型的狂人 所以中美会不会打 就是看有没有狂人会做出疯狂的事情 比如去侵略台湾 美中战争必打 动台湾 我相信对全球华人社会都不是一件好消息 肯定擦墙走火 变成区域性的战争 日本必定参战 韩国必定参战 美国必定参战 菲律宾必定参战 所以中国其实我一直不认同 有看我直播就知道 我不认同中国的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是让中国更为孤立 而不是更多朋友 而不是更为强大 越孤立的中国 它在国际上面对的窘境就越大 这点我之前分析过了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所以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了 第一个讲题就花这么长的时间 君教 Essex 超能养生艺 嗨嗨 Jintel Stress to three zero OK stretching program begins 君教 Essex 超能养生艺 Jinte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界